在灣仔落黑道街市 雞檔沒有活雞賣 就改賣冰鮮雞 有當主將上一天 賣剩的活雞屠宰之後急凍 賣110元一隻 不少市民都爭著要 雞檔就要不斷加貨 一箱油一箱價冰鮮雞運到 很快就賣清 當主不肯透露有沒有臨時加價 食物球衛生局局長周一岳 就呼籲雞飯不要坐地起鴿 當局暫停街市雞檔售賣活雞21日 加禽業界會同政府開會 商討對策 希望政府增加賠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